好,我们接着来 上节课我们在Activity里面通过这个GateFragmentManager FindFragmentById或者ByTag的方法 拿到了这个它所属的Fragment 然后再进一步的从Fragment里面去获得了它的一个UI空间 那OK,这个地方我再加一个需求 假设我想拿到这个Fragment里面的一个成员变量怎么办呢 那通常的做法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在这儿定义一个成员变量 使均 比如说我叫做PersonName 好,然后我去负一个值 Jack 然后呢,你去公开它的Gate方法 公开它的Gate方法 好,你这样去写 然后呢,这地方你拿到的是空间 那你要拿到那个Jack那个PersonName 怎么办呢 你在这儿 PersonName等于Fragment.getPersonName 好,这个呢 就是获取Fragment对象的成员变量 所以这个 然后呢,我在这个地方获得了它以后呢 在地方把它拼上去 PersonName加加它 好,所以这个 我们最早在这个思维导图里面 曾经说了 我们要会Activity访问Fragment 不但要会访问它的这个里面的UI空间 还要会访问它里面的成员变量 就这个 所以很简单 你拿到这个对象 你还拿不到它的成员变量吗 就这么做 OK,我们再把这个改的代码 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看我们的模拟器效果 好,勾选 OK,就成功了 我们接着再来变化一下需求 我们知道这个Fragment的创建呢 可以用XM的标签 其实也可以用JAR的动态代码 所以我把这个先注掉 我们又换一种方式 那假设这个地方 我不是写的Fragment的标签 我先是用一个View元素 先来站位 那这个又怎么获得呢 那其实这种方式呢 更简单一点 因为你在通过那个Manager创建的时候 你需要New这个对象 你New的对象 其实持有它的一个引用 一样的可以做 那OK 那我们先写个Frame layout OK,这些我们都可以copy一下 然后呢 我们给它一个ID值 这个ID值一会儿要 我就找到这个 好,这个我们来写 一个Fragment 在这儿 写好 那好了 那现在这几个方法就要变一下了 这个方法呢 就不要了 它不要了 好 那首先 这个进来了以后 你要动态的添加 对吧 动态的代码添加 用的是什么呢 我们用的是GetManager 点 BeginTransaction 点 And 好 加 加的是 你加到哪一个 View元素里面去 你加到是这儿 然后这儿后面 我们原来写的是直接New的BottenFragment 但是一会儿你要持有它的引用 怎么办呢 你已经在前面去声明一个 对吧 那你就这样去写 然后呢 在这儿 Fragment The RenewBottenFragment 好 这个地方 要的就是它 对吧 点 Commit 好了 是不是 然后你这下面 你这下面直接的去操作Fragment 其实操作的是它 对吧 所以你这个哪一个哪一句话 Fragment 你要去获得它的UI空间 Fragment.getViewByViewID就获得Fragment GetPersonName 是吧 这么去做 那最好这个地方 还是判断一下 加一下这个 OK 这种方式呢 其实更简单一点 因为你直接就New的这个对象 这个是你代码创建出来的对象 那这个就更好做 好 现在爆出 我们爆出哪个地方呢 PersonName OK 这个 OK OK PersonName OK 因为这个 这个举入变量的作用域 这个 所以刚刚这个出错了 那OK 我这一杆 写算了 我直接把这个都放在这里面 可能更好一点 更好一点 这样还行 然后呢 下面这个地方也是 都是在判断不空的情况下 我才去获得它的成员面量 对吧 如果这个对象 这前面你代码出错 这没有New 那么你这个就是空 空你要去点它的属性 汇报空子 OK 我们就这样换 那么我们再运行一次 我们看一下使用这种方式 我们又 可不可以获得我们想要的结果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看这个 和前面使用标签的效果是一模一样 那表明我们的这个方法也是OK的 那我可以通过两节课的话 你应该很清楚的当一个Activity去和它所属的Fragment的通信 在Activity中怎么去获得一个Fragment 以及获得Fragment的所包含的UI空间 以及Fragment里面的成员面量 好 就是我前面两节课讲的这个内容 那么从下节课开始 我们要反过来操作 我们要从Fragment里面的一个事件出发 去访问Activity中的空间 或者是成员变量 好 我们下节课再来讲这个知识点 有什么 谢谢大家